地震和风灾冲击了花莲 造成百叶萧条 周秋节前夕 吉安乡长游淑珍 特别选购在地产业的优质商品 当作是秋节伴首领 日前也赠送月饼和白米 给统帅大楼受灾户 线上温暖关怀和慰问 抚慰地震受灾户受创新林 吉安乡公所继帮山海关社区 举办烤肉活动之后 在致政花莲市统帅大楼 受灾户月饼和白米 乡长游淑珍表示 关怀慰问跨越乡镇市 希望透过小小心翼 让更多民众感受到温暖 今天也是在中秋节的前夕 不只要给我们受灾户 带来暖暖的爱与关怀以外 我们的产业也必须自救 所以今天吉安乡公所 特别为我们统帅大楼的受灾户 带来中秋佳节前的鼓励 也带来我们产业阿美麻吉 还有我们农业吉安米的这样的一个关怀 让我们一起牵起无论在产业的一个受创 或者是在地震的伤害 跟这六个月历经山山的心情 来共荣一起呼喊加油 让我们一起互助互爱 能够在花莲里面牵起一个幸福的鼓励网 无管大家居住在哪里 现在分居在哪个地方 我们的爱与关怀永远不会改变 我们也希望企业加油 农产继续的推展 我们的受关怀户一起勇于向前 我们都是协力的一家人 我们一起共同互道 中秋佳节平安快乐 一起加油 游淑貞强调采购的礼品是在地企业和农产的优质商品 可以促进地方的产业活络 致政秋鞋礼盒 又可以表达温馨关怀之意 希望大家攜手同心 早日振兴花莲繁荣幸福生活 借旅会节安相报道